新竹市发展迟缓儿童早期疗愈补助 从即日起开放申请楼 交通补助费与疗愈训练费合并计算 非低收入户每人每月最高补助4000元 低收入户每人每月最高补助6000元 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踊跃提出申请 新竹市的早疗补助一直以来就是全国的最高 包含就是一般户的部分补助4000 那低收入户的话就补助每个月都是6000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00多户的家庭有受贿 那今年112年我们的一个新措施是希望说 让要申请的民众可以更便捷 所以我们就结合了市府所谓的新竹市数位市民的整合服务平台 让民众可以用线上申请的方式 以后就是有这样子符合资格 也要申请这样子的早疗补助的市民朋友们 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申请 0到2岁是孩子早期疗愈非常重要的关键 把握黄金治疗期 可以让孩子尽早跟上同侪的学习进度 不输在起跑点 早疗服务其实就是希望是在6岁以下 能够不要错过这样子的黄金期 尤其是0到2岁这一块 其实这贵又是最关键的时期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 其实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些的 跟成长的那个部分有些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最好就是早一点到医疗院所 去做一些评量 然后去确定一下孩子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倾向 那可以早一点接受包含像语言 或是一些肢体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疗愈服务这样子 提醒民众申请时除了要备妥相关的文件之外 申请的期限也有规定 若遇到假日要提前矫健 预期将无法受理 记者简舒淇 新竹采访报道